同学们,欢迎学习微生物感染和健康。 在前面的课程,我们已经学习了疫苗为什么能够保护我们的机体健康。 我相信大家每个人都会知道了,疫苗的接种很重要,但是近年来,在国际上,包括国内,都出现了一些针对疫苗的热点事件。 所以针对疫苗的接种,产生了很多的迷惑和问题。 那么今天,就让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看一看,疫苗应该怎么打。 很多国家都建立了计划谜的接种计划,我们国家也不例外。 这个表中显示的是我们国家的计划接种的疫苗的类型,以及它们接种的时间。 疫苗的接种是国家给每个公民的福利。 这些计划接种的项目都是免费的。 那么让我们来看一看,这些疫苗能预防什么样的疾病。 乙肝疫苗能够预防因为乙型肝炎病毒感染所引起的肝炎。 卡键苗可以预防结核。 脊髓灰脂炎病毒的活疫苗和死疫苗可以预防小儿麻痹症。 白白破三连疫苗是一种类毒素疫苗,它能够预防白日咳、白猴、破伤风。 麻塞风三连疫苗是指的能够预防麻疹、风疹和三线炎的病毒疫苗。 乙脑疫苗能够预防乙型脑炎。 这种病在婴幼儿和儿童当中比较多见。 瘤脑疫苗能够预防因为流行性脑膜炎病毒流行所导致的脑膜炎。 还有呢,甲肝疫苗能够预防由甲型肝炎病毒所引起的甲肝。 这些国家计划的疫苗项目呢,我们通常称之为一类疫苗。 这是每个公民都必须要接种的。 除此之外呢,还有一些二类疫苗,我们又把它称之为自费疫苗。 因为这些疫苗是需要自己付费来接种的。 那么二类疫苗要不要打呢? 二类疫苗,比如流感疫苗、水痘疫苗、轮状病毒疫苗等等。 这些疫苗,相对一类疫苗而言,他们所针对的这个疾病,无论是在流行的广度上还是严重程度上,都要比一类疫苗轻得多。 所以呢,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、酌情接种。 疫苗的安全可能是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了,尤其是在近年来出现了一些跟疫苗相关的公共的社会事件。 那么,接种疫苗到底安全不安全呢? 它会带来哪些可能的风险呢? 让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看看这个问题吧。 很多人接种疫苗以后会出现发热、皮疹、接种部位的红肿等等。 这正常吗? 要回答这个问题,请大家先回忆一下我们前面讲过的疫苗的工作原理。 我们曾经说过,疫苗的工作原理是因为疫苗进入到机体后,会引起机体免疫系统产生免应答。 在免应答结束以后,会留下一小部分的记忆性的淋巴细胞。 这部分淋巴细胞是产生保护的基础。 而免应答的过程实际就是一个炎症的过程。 大家还记得吗? 我们曾经说过,炎症会产生发热以及红肿这样的现象。 所以啊,在疫苗接种以后,如果出现了发热、皮疹和接种部位红肿,它可能是正常的。 有的人说,为什么多数人没有这个反应,而我却有这个反应呢? 大家是否还记得,我们前面曾经提到过,免疫基因在人群当中是有差异性的。 所以对同一种抗原的应答,不同人可能会表现出不同的反应。 那么有的人呢,他对疫苗的迷应答可能就比较强烈,所以产生的炎症现象就比较的明显。 所以,如果你在接种疫苗以后出现了发热、皮疹等等这样的现象,不要过分地紧张,只需要好好地休息,注意观察就可以了。 当然,接种疫苗也的确会产生一些非常罕见的风险。 首先,这种风险来自于减毒活疫苗。 大家应该还记得,减毒活疫苗,它的本质上是活的细菌或者活的病毒。 所以对于绝大多数身体健康的免疫功能健全的人来说,这些减毒的毒株不会产生疾病。 但是对一些免疫地低下的人群来说,这些活的菌株就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。 所以对于免疫地低下的人群,比如说一些晚期的肿瘤患者,还有一些服用激素或者免疫抑制剂的人群,那么在接种减毒活疫苗的时候需要谨慎。 另外,对于怀孕的妇女,我们也不建议接种减毒活疫苗,因为有可能会出现病毒侵袭胎儿的现象。 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,减毒的活疫苗仍然是安全的。 接种疫苗另外一种罕见的风险可能来自于过敏。 在人群当中,可能有极少数的人会对疫苗或者疫苗致剂中的某种物质发生过敏。 严重的过敏反应会致人于死地。 当然,这种过敏是极其罕见的。 近年来在国际上有一种声音,说接种疫苗会增加自闭症的发生, 这使得很多家长放弃了对孩子进行疫苗的接种,或者对疫苗产生的质疑。 在此,请同学们注意,已经有很多科学家证明,这种说法是没有科学依据的。 总之,随着文明的发展,烈性传染病的发病越来越低, 它几乎使我们忘却了传染性疾病可能对人类造成的威胁。 然而,直到今天,除了天花之外,还没有任何另外一个传染性疾病真正的灭绝。 这也就意味着,病原微生物可能就在我们的周围,疾病的风险依然存在。 接种疫苗是唯一的保护措施,所以我们一定要按照计划有序接种。 我们一定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疫苗以及疫苗相关的问题。 今天的课就到这儿,谢谢大家。